他有好多的參數 那每個參數實際上有一個名字 然後有一個字這樣 對不對 你看跳的話 每一個 function 底下都會有很多個參數這樣 你看他每個參數都有一個 default 的字 意思是說 你如果 A 不放 他就會說 A 是沒有 他會認為 A 是沒有 就是沒東西 你 B 不放 他就會認為 B 是沒有 就是沒東西 那我們在呼叫說 我們要畫 horizontal line 的時候 會畫水平線的時候 他說 H 是什麼 他說 the Y value for horizontal lines 對嗎 是不是 對嗎 他說你要畫的這個 horizontal line 的詞 你放在 H 等於什麼 他就會畫成 horizontal line 我們畫垂直線我們都畫 V 對嗎 你說 V 等於什麼 他基本上就會畫 vertical line 在那個 horizontal 標上 如果你放 A 跟 B 呢 他在講什麼 他說 A 跟 B 是 the intercept and slope single value 意思是說 我如果 我如果只放 A 跟 B 給他的話 他就會把 A 當作是截距 把 B 當作是旋律 把 B 當作是旋律 這種做法呢 我們叫做 call by position 意思是說 因為 A 是第一個參數 B 是第二個參數 我說在這裡面 所以你如果是給值的時候是這麼給寶 你就不用寫 A 等於什麼 B 等於什麼 那個 V 的值 H 的值 寫在 V 等於 H 呢 就跟大家練習一下 我說其實我也想藉這個機會 讓大家多用一下這個 R 多用一下 R 讓他多了解 他真的有這個用法 好嗎 OK 好啊 所以你繪了這個東西之後 剛才我們畫的那條線 你看這裡有很多 pen 對吧 我們畫的圖都會在 plot 是吧 然後你要 他一畫過他就會一直存在這裡 畫過他就會存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畫的這個圖是在 這一邊對不對 我們畫的這三樣都存在這裡 其實有時候你會想說 我這張圖不要 你可以按這個他這張圖就會不見 然後 對他剛才那張圖就會被我們刪掉 你要整個清掉就按這個 他就會整個把整個表面都清光 不過我們現在不做這個事 我們把這個再畫一次 好啦 所以你看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用這條指令啊 畫了一個 對 把這個 Y 點在 X 跟 Y 的 對不起 把 Y 點在 X 跟 X 跟 X 跟 X 2 的平面上 然後再來 我們用中間這條指令 把邏輯式回歸的係數找出來放在 V 裡面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把 V 要換算成它的結句跟弦率 怎麼換算啊 其實這個 基本上 剛才就是要解這個東西等於 0 不是嗎 對不對 因為那一條線是 我們說那個橘紅色的線是 0.5 就是機率等於 0 接乎的點 對不對 那機率等於 0 基本上就是這個線性組合等於 0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把它轉成斜率跟結句 各位還記得嗎 這個高中的數學 你就是把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重總是 X 2 對不對 你把這整個式子 把這個東西讓它等於 0 然後解出來看 X 2 等於多少 前面這個就是結句 後面這個就是結句 對不對 那 基本上就是這個方法 對不對 那因為你現在 G 等於 0 是嗎 對不對 所以它的結句是 講大聲一點 你們怎麼都 晃暑假了 沒什麼力這樣 還是因為晃暑假 所以沒什麼力 B2分之 B2分之 負的B0 然後寫什麼呢 B2分之負的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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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人生為什麼我們這邊這樣寫 我們這邊為什麼這麼寫 一二三 Again 這又是那個 R 裡面的一個問題 因為 R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 E 算起的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那個 B 是從 0 算起的 對不對 我說我們一般在做統計的教科書裡面的習慣 那個結句我們都會寫成 B0 這樣子 可是 R 裡面沒有 B0 這個東西 來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它是從 E 算起的嗎 所以就要 shift 的一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意思而已 來 好了嗎 所以你一畫這條線呢 它就會把這線 畫在這種東西上面 你看 好 我們現在 接下來 就到我們這個 BOOM EXERCISE 的時間 這樣子 如果按這個分合間 我是不是 我們剛剛把 這個 我說這一條線是 Y 等於 E 的幾率等於 0.5 我可不可以畫一組線 我要把它從 0.1 畫到 0.9 都畫出來 對不對 對嗎 你在 R 裡面你怎麼做這個樣子 是嗎 這個圖 基本上 這一條線還是剛剛 0.5 那條線 可是我不只是畫 0.5 那條線 我還畫的是 Y 等於 Y 等於 E的幾率 變成 0.1 0.2 連 y 等於 0.10 6 連3 1 連4 5 這樣一直 hose 這條線 我把它全圖畫出來 你在 R 裡面就是 讓你方便做回事 對不對 不是讓你畫一條 不是讓你停 它叫我們剛剛畫到邏輯度 Pay 不是讓你只畫一個很煩� лет 讓你可以很簡單的把它變來變去 如果不是要畫零件回來 那會怎麼樣 大家試看看 你們每一個小組可以 get together 然後我們現在 今天下課好不好 然後 我們十點半回來 好嗎 大家試著 你們自己用 R 把這個圖畫出來 你們每一個 team 在一起這樣 這會需要一點寫程式的能力 你們有資管的人 對吧 等一下 我們現在先把每一組 都先坐在一起好不好 不然到時候 好 我用唸好 A 組的人在哪裡 好 所以 你們 這是 A 組 是吧 然後 所以你們 A 組應該沒問題 對不對 那 我說 我知道大家現在還是習慣 跟自己同學做一起對不對 可是這樣 你就 我覺得我們這個課程裡面的那種互補學習的效果就不好 大家還是 對不對 就像來參加夏令營 對不對 還是跟你自己同學在一起 那 B 組的人呢? B 組人只剩兩個 B 組人只剩兩個 好 那 C 組 那你們 B 跟 C 組人先在一起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你們都只剩兩個 對嗎? 然後呢? B 耶? B 也是只有兩個 然後 E 耶? 好 那我們 E 跟 D 在一起好不好 你知道 F 哇 F 很多人好 那個問題這樣 好啊 所以我們到 15 分 到時候我會抽一組上來做你們 要做東西給大家看 好不好 我們會用那個隨機的方法選一個 我們現在下課到 15 分的時候回來 然後 你們手上有 你們手上有 這一個程式了 對不對 就是去改這個程式就是 來 怎麼樣改這個程式 讓它畫出來會 會變這樣 OK 想想看喔 先想看 來 什麼 好啊 然後你們可以先去 上個洗手間 然後回來 然後我們 15 分 到 10 點半開始 Right 對 對 對 它有 對 它其實是兩個脂肪股疊在一起 對 對 然後 你如果看到疊在一起的話 對 對 它這個意思是 每一點 那你假如說那邊有一分 那一分啊 然後上面 它不是紅的也不是紅的 它是兩個都有 那不是說那有一點 但有一點 但有一點 你知道它不是 它不是弄成這樣 我另外一個畫 我還是可以把它畫成 直帶一個 我也可以畫成這樣 可是讓他們覺得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它們兩個也是在一起 對吧 假設這一個 是 假設這一根有五個 假設在這個位置 這個機率範圍 看嗎 直方圖的 X軸是機率的一個範圍 對 假設在這個機率範圍 我有 我有一個 五個 P 在這個機率範圍裡面 有紅的又有綠 你知道嗎 然後 紅的的高度 就是 一的的數 綠的高度 對 那不一定是 對 假設你們那一組都弄不出來 你可以去跟別組商量 對吧 都可以 你可以一行一行畫 你可以寫個程式 就是讓他一起畫 你可以 來 那譚老師要不要 就會拿一個 看 你可以這個 激動 激動指導 不要 不要一直看著那個圖喔 不要一直看著那個圖喔 不要一直看著城市 你要看哪裡 你要看這裡 對不對 這裡在跟你講什麼 因為他就是在畫這條線 對不對 來 那就快 對 來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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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想好了嗎? 第一次不會動,對不對? 我說這裡面B是不會動的,對不對? 這些B0、B1B都不會動的,對不對? 會動的會怎麼動? GX隨著怎麼動? 你現在是什麼在動? 機率在動,對不對? 機率在動,GX會怎麼隨著動? 來,朝這個方向下 我可不可以把 我可不可以寫一個序列 把0.1到0.9都弄出來 我可不可以把 我可不可以把 我可不可以用一個R的 把剛才那些P轉成LOCKET,對不對? 所謂的LOCKET就是這樣子,對吧? 是不是? 你知道的P,你就可以用這個形式把它轉成它的LOCKET 是嗎? 那個LOCKET就是GX,不是嗎? GX放在這裡,你就會知道它的結局跟結局的,來 是吧? 我說你知道P,你是要把P除以E-B,然後舉弄 是不是這樣? 你就知道GX等於多少 那你知道GX等於多少 你就會知道 所以你看到嗎? 這些線的斜率都 Right 所以關鍵值在於你結局怎麼算 你結局是怎麼算 你算好了嗎? 下面還是全部都一樣? 全部都LOCK 怎麼做LOCK,你知道嗎? 就是LOCK 就是這樣,你要OK 那為什麼你只有一個人 都沒有人跟著一組? 還是你不知道你是哪一組? 你知道嗎? 你先自己試試看 哦 怎麼樣?你們會嗎? 不會 Right 我不是跟你講的嗎? 你看 你現在那個線啊 其實你只要知道邪律跟結局 你就會用F1的話 是不是這樣 那我跟你講說 你看那個線啊 他不是邪律都一樣嗎? 對不對 只有結局在動 為什麼? 因為那個公司 對不對 對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 第一次畫這些條線 是GX等於0的時候嗎? 不是嗎? 對 是GX 對 告訴你 對 你 是GX 是GX 是GX